最近基隆有兩個新景點 有朋友說他想去看看 好 現在我立刻去調查 走 各位朋友 我們來到基隆的新興地點 成品書店 現實店 喔 這個建築非常特殊 我們看一下 好 這個是這個正面喔 喔 看起來非常美麗 配色很舒服 造型很古典 心情整個都舒服了 然後這個是側面 而這裡就是後面 看一下 我看網路上的文章都把這裡寫得超級神 超級休閒 超級好逛 超級大 有各種角度 很好玩 怎麼我來一下 就是一間小小的木 好奇怪喔 他旁邊是有類似一個餐廳的東西 可是就算加上他 感覺東西還是很少啊 阿捏不是很漂亮 很有氣氛 可是真的很小 很窄 要在這裡看書也太辛苦了吧 你想想看 要是你現在坐著 哪有其他遊客路過 你擋到他的路 又要站起來 然後他走過去 你又坐下來 碰來碰去 哎呀 焦力真快發作了 稍微感受一下 日式建築的氣氛 還可以 但又在裡面休息 喔 有點難呢 所以主要看點是 裡面的建築 然後現場的隔壁 有在賣吃的 我們去看一下 走 傻眼的事情又來了 外面招牌的很多品項 現場都沒在賣 你只能買現場看到這些 包好的 看到我雙手空空 你應該猜到了 價格有點貴啊 所以 我們換一個景點 走 這裡就是基隆最美術店 太平清了 我靠這裡根本不是工地啊 你騙我 胡我啊 不是吧大哥 這樣子我很難介紹 好啦 我來講個 軍中的笑話 有一天夜裡 我被叫到 服務大廠市 展觀要求我吹氣球 原因是 高層隔天要來巡遊區 服務大廠被要求 在一個晚上之內 做出 康樂設施 讓他們可以拍攝 我們這個營區 和樂融融的樣子 氣球吹起來 保麗龍黏黏汗 終於把他趕出來了 結果隔天搞笑的事發生了 只有我們臉最乖 把東西做出來 怎麼辦 只有一個器材 結果那個記者來啊 右邊拍張 左邊拍張 上面拍張 下面拍張 簡直就是兩金勘擠 拍出一紙照片 弄得好像我們營區 非常熱鬧一樣 而在兩個景點 我猜也是發生類似的事啊 展觀丁下的實現太急 可是施工人員又來不及做 那只好應付一下記者 臨時開放 把人帶進來拍一拍 然後照片撲上網 最後就出現像我這種人 看了文章去現場 非常傻眼的遊客 所以這故事告訴我們啊 去觀光景點遊館 一定要調查美食星辰 因為這樣子 就算沒有東西看 至少你還有東西可以吃啊 基隆名店 蒟蒻屋啊 這是裡面的雞排 70元 他的切法很有趣啊 都是這樣四四方方的 好 體驗看看 薄薄脆脆 他的皮比較沒有這麼厚 但是脆度卻是相當足夠 再來吃他的肉 火候控制得相當好 火候控制得相當好 雞肉有點鮮嫩 又保持勁道 這個炸法有點特別啊 再來一片印證看看 確實有他獨到之處 吃得很乾爽很舒服 能感受到肉的鮮味 哎呀 這個取多物雜雞 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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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法